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是总统制 总统制的话 现在是总统制的 那么总统呢 他有很多很多的经济的咨询工作 必须要靠他的行政部门来处理的 他自己没有幕僚单位了 否则的话 美国有白宫的这个 有经济的 有经济学家 对不对 有首席经济学家 所以我想请问 既然在这个 总统的咨询里面 最重要的是经济会 那么经济会的首席经济学家 是哪一位 我们经济会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设置 没有这样子设置 那但是 那你里面 谁可以担任这个工作 本席才记得 我当我是台大经济学的学生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老师 两位老师都叫总体经济学的 一位叫孙正 一位叫郭婉荣 他们当时都同时担任 当时的经社会的副主委 现在我们经济会有三位副主委 但是我为什么看不到一位 是作为他是作为职业的经济学家出身的 经济系经济会没有经济学家 劳委会没有劳动经济学家 财政部也没有经济学家 美国的财政部是有经济学家 做一个次长 做次亲的 那我们如何给 从经济的角度 特别是台湾这么重视经济的成长 要管理经济的问题 那我们就重视 一直不断的一天到晚就要保育财 揽财 流财 我们的组织架构里面 连一位经济学家都没有 那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呢 主委 这个李委员提出这个议题来 就是导有点提醒我 因为实际上您谈到的事情 包括我们孙前部长 或者是郭前部长 这些他们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 能够做顾问 这些其实是相当好的事情 但是您提到的就是说 像那个金社会的时代 他有他的时代背景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think tank 不是那么的多 老实讲那个时候think tank不是那么多 现在是比较发达 大概是就是很多think tank 这就是我担心的 那基本上的话 就是说目前我们喷上的 大概都是还是同仁 在做这方面的 我说你同仁也 同仁的motivation也不够了 我们同仁自己也都做内部的自行研究 所以刚刚我也特别回答一位委员 我们自行研究的 我都看过 我也是审查委员 我都知道 我是说你自己的组织架构里面 你在培养的这种人才上面 你应该有一些专业导向的嘛 现在全部变成行政官僚 只是你负责经济行政 他负责的是什么什么行政 教育行政 我们的政府的这个功能 我讲的叫brain debt 脑死 这是非常严重 请问你经济会自己 有没有内部的经济预测的评估 你现在控制 你现在管理的指标是哪一些 我们自己有每一年的国舰的一个目标 我知道 我知道那是目标 你有没有一个经济评估 就像我上次在我第五届担任立委的时候 我问过经济会 我们的potential GDP是多少 这个我们内部都有在算 对啊 对啊 我知道那个是拿了无中数的东西 把它算一遍以后就继续再抄下去了嘛 也不是 这是拿无中数 那你现在有没有公布 你有没有公布 有没有公布 这个东西是在我们正式的公布的文件里面 有没有缺口 然后征计这个缺口 我们有算吗 哦 请我们处长来跟你回答那个部分 看看 跟委员报告 这个有关这个potential GDP的这个部分 我们是有这个 因为无中数 吴院长基本上也是我们会里面 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 等于是咨询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也有按照他的那样的一个方法论 来算一个potential GDP 他都做了一个计划 三个月以后就交代了事嘛 都是说你们自己内部到底控制了哪些 或者是预估了哪些经济指标 除了主技处做经济预测以外 你们有没有做经济预测 你们要管理的不只是 虽然你们要尊重各个部会 但是你们自己做个统合单位 自己有没有建内建一个 economic经济的forecast model 你现在有的是 譬如说你现在处理的是什么 跟委员报告 因为基本上这个主技处 它是我们这个整个全国的一个 一个主技的一个负责单位 那经济会呢 每年我们在11月下旬以后 我们会based on 会根据主技处的一个预测 然后来做一个 这就是我认为你们自己要独立 具有独立判断 独立研读的能力 不是只是靠主技处吗 这个跟 但现在我要来请问你 主技处公布今年第四季的经济详领域 超过4% 你认为合理吗 因为资料掌握在 它告诉你说 它要10月下旬 它才开始公布另外一个新的 revised estimate 或者forecast 那我们因为是 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 经济会是要非常敏感的 长期短期都要能够掌控 长期你有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规划 短期面对景气因应的措施 当初在你的前一任的这个 经济会主委的时候 我记得经济会提出了 当时就提出了一个因应计划 那个就叫 这个是一个政府 你自己主持就要 要有这个敏感度 所以这为什么你会设这个景气对策灯号 不是吗 好我们看看景气对策灯号 这是我们估计的 8月 我们在上个前两天就已经公布了 只是没有媒体 这些媒体我也 我也就服了 也就算了 我们已经公布了 蓝灯 因为你只有一个指数没有出来 叫做制造业销售 销售推股 销售指数 那我们推股出来 我们跑时间速列 推股一下 起不来了 所以全部一片蓝 而且分数往下掉了 你还说明天公布 你是行政官僚吗 我说你内部应该知道了 我是说 你有经济学 你有warning 而且这个叫做 为什么要做一个蓝灯 这种东西 它是一个预警系统 不是吗 如果是预警系统 你就有因应措施 所以我认为上一次 在去年的时候 经济会做出的因应措施 那个就是根据预警系统 它就必须要做出因应的措施 作为嘛 只是很遗憾的是 没有在政府的这个系统里面 被重视 对不对 没有被重视 所以它就变成了 好像认为就是 好像是很平常了 其实政府的官员 要非常紧张啊 如果短期之间出现 紧急状况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stimulus 我们的这个警器刺激方案是什么 就赶紧要做啦 不是吗 哪有所以一直等到了 第十个蓝灯到现在 但是到底经济好还是坏呢 主委 马总统说 马总统说 经济现况比金融海啸惨 哇 请问主委 你对于经济现况 真的比金融海啸 是要惨吗 马总统说法是对的吗 你认为 灯号没有错 都是蓝灯 可是警器的状况 真的是这么差吗 请问主委 你对于当前的经济 如何做评估 这个跟 李委员报告 因为事实上当前的状况 以金建会来讲 我多讲半分钟 因为金建会主要的工作是经济政策的设计规划协调 所以金建会的同仁主要还是着重在中长城 因为短期的大概都是像出口加强啊 这些都政策工具掌握在相关部位手上 那您提到的目前的经济环境 我觉得是比当初金融危机的时候 美国发生雷曼兄弟 那个时候 我觉得是要险峻 为什么 因为当时是只有美国的一个因素产生出来 当时欧债的危机并没有产生出来 欧债危机是事后一直拖下去的 所以今天面临的就是包括了 整个就是包括美国内需 也不是恢复的很好 那欧洲部分欧债危机又在那个地方 您非常了解 那再加上中国大陆 它本身目前也面临的就是经济成长 也是往下调的一个情况出来 所以整个情况来讲 面临的是比2008年的时候可能要严峻 但是如果从指标数目制来看 相对来讲 相对来讲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OK我时间到了是不是 最后一点 我时间到了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 可以以后继续调教了 我欢迎李伟 因为您非常有深入研究 我欢迎您提出一些 我只是提醒您 我刚刚听到有立委 要求你发消费券 但是我提醒您 消费 consumption 我们的国内消费 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是有下跌 可是现在的金融海 现在只是周期性的变化 所以并没有发消费群的必要 好不好 谢谢 刘伟 你给我们参考 我们来研究的时候 自己看资料就好了 是 你有经济学家就很好解决这个问题了 谢谢 谢谢